据韩国媒体报道,此前TWISE通过官方SNS公布了第四次巡回演唱会TWISE The World Tour 3的消息 将于2022年2月16日在洛杉矶,18日在奥克兰,22日在沃斯堡,24日在亚特兰大,26日在纽约等5个美国城市举办巡回演唱会 令全世界的粉丝们高兴不已 没想到粉丝们过于热情,演出门票在预售开启后就迅速轻摇 在这样的情况下,JUIP娱乐公司决定再追加两场演出 12月14日上午8点,JUIP娱乐公司通过官方SNS频道表示 TWISE将于2月15日在洛杉矶的The Forum,2月27日在纽约的UBS Arena 分别举行追加的两场演唱会,让更多的粉丝们见面 对于JUIP的做法,很多粉丝表示非常开心 不仅能看到偶像更多的演出,也是对于TWISE全球影响力的认证 但有粉丝认为,在疫情日益加重,韩国每日新增确诊持续增加的当下 JUIP完全是为了赚钱,不择手段,根本不顾及一轮身体 尤其于隔壁仿旦少年团,每个演唱会结束就开启全员休假相比 很多粉丝开始呼吁JUIP 姐姐们忙了一年,快让姐姐们休息一下吧 对此,你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 爱到韩语社,每日解说最亲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欢迎订阅